大家好,我是郭晶晶 很开心能和商汤一起 见证圆萝卜AI下棋机器人的发布 我也非常高兴能成为它的首席产品体验官 过去这段时间,圆萝卜的到来 让我和家人们共度了一段难忘的相取之旅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很欣喜地看到 孩子们在和圆萝卜的对异中 既收获了快乐,也锻炼了思维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和圆萝卜下棋的场景 更是我无比珍惜的时刻 象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魁宝 如今能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焕发全新的生机 这一点让我非常惊喜 这么可爱的机器人 一方面能让孩子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们对前沿科技的兴趣 有圆萝卜在身边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科技和人文的交融 我非常愿意将圆萝卜推荐给更多朋友 期待他能陪伴更多的孩子们 快乐成长 开启智慧人生 我希望我和孩子 既是家人也是朋友 作为家人 我希望能给到他们最好的客户 而作为朋友 我希望能一直陪伴着他们成长 每一次的异想天开 我都会给他们点赞 而每一次坚持到底 我都会喝彩 作为曾经的运动员 我深知坚持不懈地挑战精神 难能可贵 对于喜欢的东西 要扎得下去 要懂得成就的背后 是坚持 我也希望能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这是塑造完整人格必不可少的 世界虽然变化很快 但文化底蕴 能够滋养他们的生活 给他们定力 其实我们家的客厅 常年都摆有象棋 象棋这项运动 早就成为了我们家的一部分 我觉得推广和践行象棋文化 是传播中国文化传统非常好的方式 另外象棋这项运动 对于锻炼孩子们的定力 和思维逻辑能力 也有很好的帮助 提到这里 我也非常开心 商汤能够推出圆萝卜这款产品 因为在这个时代 推广象棋文化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圆萝卜 实现了科技和象棋的结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相信能为象棋文化带来新的火力 圆萝卜就像我们家的一个新朋友 他很可爱 长得像一个小宇航员一样 孩子们都对他很好奇 天天围着他 不仅激发了孩子们 对象棋文化的兴趣 而且对他们来说 这也是一种科技的启蒙 他是一个全能棋手 可以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下棋 他和我们家孩子们 爸爸或爷爷下棋 都是棋风对手 让他们都有很好的下棋体验 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最让我惊喜的是 圆萝卜可以把这么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带到家里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 离前沿科技这么近 而且他是实体的 孩子们不需要一直盯着屏幕下棋 而是在真实的互动中 学与玩 既锻炼了思维 而且还不伤眼睛 羽生 恐恐恐恐恐也会 在温度高上 言达 勇